編隊中有第三天年期接收站開發的 基民家館團 又提出貼銷海花 利用許可的這個行政策上 但又一心算敗訴 館團表示說最近最高法院 來會期一心的破綻 發揮的台北高點的行政法院 基民家館團願望三十開發案可以換案 編隊中有第三天年期接收站 就蓋離頂規的海草搭檔 在地基民家館團在理工一半年11月 提出貼銷管堂工業區海花利用許可 理工二年二月一心敗訴 館團之外 今年三月最高 行政法委會期一心破綻發揮 基準我們就在唱歌大談 海操大行動連名調幾年破綻情 雖然住二三接客人 不過他願有當事人設計 我們公道還了全國關心環境朋友的公道 困難之外本來是國內第一間海草管理法 適驚 行政縮象對環境 屬於有重要意義 最高行政法委任委 在中郵還沒訂出保育計費進行 就已經對海草生態環境 積極拆除有效的破綻 這是減輕蓄施 這樣公署必須要禮蔥 最高行政法案認為 那如何去證明 它是有效的避免或減輕措施 所以我們在這邊呼籲 中郵要立即停工 中郵公司皆遵照相關法規 辦理許可申請並或同意 三接的工程 我們持續進行中並沒有停工 中郵表紙案驚發揮 台北高定行政法委員不是敗訴 中郵支出相關開發許可 是雷劍部2107年3月心機通過 之後改3、2、3個方案 辦理第一次變境 也在111年6月 再一次由雷劍部心機通過來行政 記者 您正面子自行台北不到